上午,在狐狸万达广场外围的小吃一条街,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这个片区的餐饮店基本上都加入了饿了吗美团这样的网络外卖平台。 虽然还未到用餐高峰期,已经有一些外卖配送员前来取餐。 记者注意到,同样的餐食,这些餐饮店在外卖平台上标注的价格,普遍都比店里的价格高出3到5块钱,有的甚至还高出了10块钱。 像这家专卖海南鸡饭的小吃店,店内每份套餐的价格是13块钱,而在美团上面标注的价格却是16块钱。 而这家港式烧辣店,主打套餐在饿了吗上标价25块钱,但是店里正在做优惠活动,原先一份18块钱的主打套餐,现在只需要15块钱。 也就是说,单份套餐比平台上便宜了10块钱。 正常正常的,在店面来吃有优惠的。 针对这种情况,不少商家表示,外卖价格比店内就餐价格高,是因为他们要向网络外卖平台缴纳平台服务费。 以饿了吗美团这两个主流外卖平台为例,包含外卖配送服务在内,一般商家要向平台缴交18%的服务费。 也就是说,如果商家在外卖平台上卖出100元的餐食,商家就要付给外卖平台18元的费用。 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,商家们就将平台上的销售价格上调了约两成。 这个可能是稍微是我们店家做出的调整,不然我们这样做的话,我们可能是亏本。 对对对对。 因为我们具体价钱如果卖出去的话,平台是要抽钱的。 对对对对对。 不少消费者表示,他们也注意到了外卖平台上餐食价格的上调。 考虑到网络外卖带来的便利,他们大多可以接受价格的小幅上涨。 与此同时,大家现在也常常利用平台上的满减的活动来削减价格的变化。